这是一台全新的高阶新生儿为电脑呼吸器 对于地处相对医疗资源缺乏的台东而言 是当地新生幼儿最重要的保命符 那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什么 英文十大已经非常的老了 已经用一用会冒烟的那种 所以我们很需要一台新的呼吸器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台比较高阶一点的呼吸器的话 那我们有些小孩不是那么糟糕的 我们其实是可以留下我们自己照顾 那台东其实医疗资源有限 所以就是我们跟有愿嘛 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做 大家要互相帮忙 不然我们台东小孩好可怜 台东每十个人当中就有六个 是从台东基督教医院所接生 为了要协助守护东部新生幼儿的健康 一名在台北职业的妇产科医生 过去求学跟服兵役都在花莲 基于对东部地区的情感 在得知东基有呼吸器的需求之后 寻求了外部资源 获得民间企业的支持 捐赠给东基这部新生儿 为电脑呼吸器 因为东基是整个台东 生产最多的医院 大概占了生产数的六成 那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有时候会需要一些 呼吸上的帮助 那因为我们听到东基 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我们及时的能够提供 这样子的设备给东基 希望这些新生儿 能够在出生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我们虽然不是一个 重度的集中症医院 但是因为孩子出生 在我们最多 所以在还没有重度发生的时候 这些呼吸器对孩子们的帮助 其实是最大的 新仪器的功能 可以同步地侦测到呼吸的动作 使得需要呼吸器的新生幼儿 能够获得更舒适的照护 有助及早脱离呼吸器 回到家人的怀抱 对婴儿室来说 是一台很好的照护武器 有助照护品质的加分 人间新闻博文桥 在台东的采访报道